2月12号 沙田节日登视闭幕活动在香港沙田公园举行 现场包括周伯豪 陈伯宇 张继聪等在内的歌手 纷纷现身为观众表演 为活动增添活力 采访中被记者问及会如何度过情人节时 周伯豪表示 情人节当天自己不在香港 所以不会特意约朋友出来聚餐 不过自己觉得只要开心 每一天都是情人节 我想应该不会特意约其他朋友出来示范 因为在整个情人节也不在香港 所以我也觉得只要开心 其实每一天也是情人节 另外 美国乐坛一代天后惠特尼休斯顿于今天与世长辞 他的事实让众人倍感惋惜 今天 陈伯宇与周伯豪深情悼念一代天后惠特尼休斯顿的陨落 今天听到惠特尼休斯顿的《PASS THE WAY》这个新闻 因为他的歌 我想应该每个人也听过 然后他对音乐界做了很多很多的付出 我觉得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损失